纳扎勒是耶稣的故乡 也就是他的养父圣约室 和圣母玛利亚的故乡 除了之前介绍过的圣母领布大殿 纳扎勒还有一间圣约室堂 圣约室堂轮近圣母领布大殿 但是两间圣堂的规模就相差很远 与圣母领布大殿宏伟的建筑相比 圣约室堂显得格外樸素 就好像圣约室一向给大家的印象一样 大家对圣约室有多少认识 因为圣经中约室从来没有说话 如果按照东正教的传统 圣约室是结婚的 她有个太太 也生了个儿子 但她太太很早死了 所以圣约室再想娶过 依照东正教的传统 玛利亚自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长大 到了十多岁 也即是当时犹太人的训分年龄的时候 大师祭为玛利亚招亲 药室被选选做她的丈夫 根据当地的基督徒传统 圣约室堂是建在药室的家 和她做木工的地方 中间这幅图 你会看到上面是圣堂 而底下这一层 就是我们现在站在这的地方 这一层是圣约室里工作的地方 中间圣堂的祭台 后面有一幅玻璃窗 是讲圣约室和圣母训分 虽然圣经里面有关药室的记载并不多 但是从她如何面对玛利亚 因圣神而受孕这件事 就可以看到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圣经描写药室只有一个形容词 就是因为她是义人 不愿意公开羞辱玛利亚 即是她发现圣母怀孕的时候 如果照着犹太人的传统 和她们的法律 我丈夫要去指证她 因为即使未过门 定了婚就等于结婚一样 不可以再会和别人发生关系 所以她应该第一个去指证她 甚至应该第一个拿起石头扔她 但她是义人 她也知道圣穆玛利亚是一个那么好的人 这件事发生她不明白 但不明白不等于说一定是玛利亚的错 所以她在思虑这件事 天使就跟她说 是约失 不用怕 娶你的妻子玛利亚 因为她的人不是来自底的人 是来自天主 她相信 她就起床就照做 这个就是二人约失 由于约失是达味家族的人 那年适逢罗马军王下令 叫所有人都要回到本家登记户籍 约失就和华印的玛利亚 由北部的纳扎勒辰转南下 去到尼耶路撒冷无几远的白冷 约失的本家 白冷在圣经时代只是一个小城 但是早在公元前八世纪 米该亚先知已经预言 拯救以色列文的救主 亦即是墨西亚 将会出生于白冷 很巧合的 我们想想 约失和马里亚是在纳扎勒 但是因为他们原籍是白冷 那一年他们要回来登记 那时候耶稣在白冷出世 天主很巧妙的安排 白冷位于耶路撒冷南面大约十公里 现时隶属巴勒斯坦自治区管车 白冷可以说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城市 当地的旅游业 是居民最大的经济来源 这个白冷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因为基督徒如果朝圣 一定会来的 所以变成了以前这个白冷 这个小镇 其实全部都是基督徒来的 但是渐渐也有很多回教徒都来了 因为这里可以说是唯一赚钱的地方 但是很可惜就是 因为近期的治安 即政治局势不是那么好 很多基督徒就移民走了 变成了会教徒就多了 现在的比例反而是调转了 以前是差不多 你可以说八成以上都是基督徒 现在剩下两成是基督徒 基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以色列以保护国家安全的理由 在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 包括白冷的北部建筑了围场 也设有军事沙站 所有人出入白冷都必须出示证件 现实中的白冷和基督徒心目中 救主耶稣的出生地 有极大反差令人唏嘘 小时候看圣诞卡 印象就觉得白冷是一个很平静的村落 有羊有牢 耶稣就在这个环境出生 但去到白冷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景象 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这么多年都在争论这个地方 白冷最为人认识的景点 一定非圣诞大殿莫属 我们将来到这个小小的入门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这叫做《Door of Humbleness》 《Door of Humility》 因为你必须扭起背后来进入 朝圣者弯腰经过这道谦卑之门 排队轮后几十分钟 就是为了去到大殿的下层 看看圣诞山洞 也即是耶稣降生的地方 圣诞山洞长十五米 阔四米 这个小小的地方有两个祭台 分别是由天主教管核的 马曹祭台 以及由希腊东正教会 与阿美尼亚使徒会 共同管核的圣诞祭台 同样小的地方 竟然有几个不同的教会管核 如果耶稣 现在看回祂出生的地方 这个情景 天主会伤心 我觉得 看到这么多宗教的纷争 反而是很心痛 耶稣这么辛苦降生成人 为救赎人类 为什么人不可以 在和平的气氛里 大家一起彼此尊重 彼此接纳 而去共同生存 朝圣者排队等 这么久的最终目的 就是来到圣诞祭台下 耶稣降生的位置祈祷 地上有一颗白冷之星 旁边用拉丁文写着 耶稣基督在此生于同生玛利亚 这颗星有十四个角 目的是突显耶稣的身份 马道芳告诉我们 耶稣的祖先 亚巴郎生伊撒格 伊撒格生阿哥伯 阿哥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 一路下去 一路数 数了名字之后 最后说到若失 说到若失之后 他没有说若失生谁 然后他说 耶稣基督是玛利亚所生的 结束了耶稣的族谱 然后他就说 由阿巴郎一路至达尾 一共十四代 由达尾至冲军巴比伦 十四代 由冲军巴比伦回来之后 直至耶稣十四代 所以这个十四很特别 所以你看到颗星是十四个角 提示三个十四 马道刻意将耶稣的族谱 分成三组十四代 目的是要强调十四这个数字 犹太人将十四这个数字 理解为达尾 亦即是犹太人 心目中最伟大的君王 原来犹太人的名字 都可以变成数字 例如你将A当成1 B当成2 你就可以加到一个数字 DWD 在他们的字母里 D或Dalet 是第四个字母 所以是四 他们的W 或者叫Va 是在第六个 四加六加四是十四 十四的象征为达尾 所以他们如果留心 马道说耶稣的族谱 说了三次十四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是达尾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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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次就是肯定 就是一个强调 所以那颗星 今次弄的颗星 都是十四个角 提示这一样 耶稣从人性来说 他是达尾的侯润 圣史马道之所以强调 耶稣是达尾的侯润 是因为天主曾经透过 纳唐先知 向达尾纳药 要藉着他的侯润 建立一个永远 逆纳的皇国 主耶稣出生 是以色列民族的天大喜训 而得知这个天大喜训的 竟然不是什么大人物 而是卑微的牧羊人 牧羊村距离白冷不远 不够一公里 方济会 在1954年 建了一座牧羊村小堂 以前这里 真是一个偏僻荒野 去到四五世纪 这里曾经建过修院 我们在那里 可以看到一些遗迹 修院的遗迹 有圣堂的遗迹 这里有一个山洞 是一个天然山洞 因为天然山洞 你会看到山洞的顶都分黑了 以前一直有人用来做开尼撒 和敬礼天主的地方 以前用蜡烛 所以分黑了 所以我们很肯定 这里是基督徒 我们纪念牧羊村的地方 小堂里面有三幅大壁画 描述当年牧羊人听到 喜讯时候的情形 有三代人 有老中青 还有羊 那些羊有绵羊 有山羊 你见到当天使显现的时候 他们很害怕羊缩在一起 这只狗 看不见他们害怕到吠 那些人都很害怕 天使告诉他们一个喜讯 把喜讯告诉他们 就是最穷的人 他们甚至是不可以进去白兰住 因为他们带着羊 羊会吃了人田间的东西 所以通常他们要在野外逗留 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边缘 他们都不能够参与社区 天使告诉他们 我给你们一个大喜讯 为全民做个大喜讯 因为救主今天为你们诞生了 之后给他们一个标志 就是你会找到一个婴孩 包着强暴 在马槽那里 那他们突然间出现了一大群 天君 就是天使 你看看这里 就在这里 看到这个天顶 多少星星 多少天使 他们出来唱 《天与在天寿光》 牧羊人于是去到白兰 在圣诞山洞里面 他们所见到的 和天使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他们找到玛利亚药室 和在马槽中 包着强暴的婴孩 同时你们都见到 现在他们的景象很不同 三个老中青 他们都很乾敬 也都不怕 去朝拜耶稣圣婴 羊都好像认得 他们的主人一样 在那里朝拜 那只狗都很乖 不怕 没有吠 因为见到主人 不论在牧童村小堂的壁画 还是其他描述 耶稣诞生的画作 除了圣家 牧羊人 和羊群之外 总会见到 牛和鲁 原来是有原因的 好像福音都没有说 有牛有鲁 不过这个事实在马祖都出现 因为是想反映出 以撒尔的先知书第一章 在那里 以撒尔说 牛和鲁都认识主人的吵 但是我的人民 就不认识我 所以这里 就好像想表达出 耶稣来到他自己的人民当中 最穷的人 也承认他是墨西亚 甚至牛和鲁都知道 谁是主人 所以你会见到马祖是这样 牧羊人亲身见证 救主耶稣降生在世上 心里面充满着喜乐 之前的恐惧一掃而空 羊群都在一路走一路跳 小朋友看到吗 很开心 拿着树枝 狗都在一路摇尾 在一路跟着牠 这个就是去宣扬耶稣基督 是这样喜乐的 所以你看三幅图画 是很不同的 献献、很害怕、很怀疑 但是见到天使歌唱 给了牠们的标记 去到找到真的是这样 之后很开心告诉别人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 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日 朝圣者来到耶稣的出生地 见到因为政治和宗教所造成的纷争 他们感受到的 往往不是喜乐和平安 但是主耶稣降生成人 使人类得到救赎这个事实 就是我们能够继续怀住希望的理由 很多时候我们看现实 是你看到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而是用我们的想法、創造性 而是用我们的心能 而是用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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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圣保禄一样 I see now not with the eyes of the flesh, but with the eyes of the spirit 暫時離開平日的生活 去另一個國家旅行是人生一大樂趣 每個人去旅行的意義都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戶外活動 有些喜歡遊覽購物 有些就喜歡跟當地人接觸 了解那裡的文化和歷史 這群十多二十歲的年輕子女 將會展開一次難忘的旅程 他們去的目的地並不熱門 分別是位於東歐的烏克蘭 和非洲的坦桑尼亞 目的地雖然不同 但他們的目標一致 都是去做義工 人生在世都要去看不同的東西 這真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 烏克蘭是一個比較共產的地方 一個天主教的教會 如何可以在那裡有一個地位 我都想去看看 當我聽到烏克蘭的時候 我心裡少了很多有關不關的東西 通常都不是好東西 他說要去是一個聖招 聖招 怕也要去 所以交給你 我初來會覺得烏克蘭是一個很多紛爭的國家 而且裡面的人都會 即是衣食住行都會有一些缺乏 今次聽了修女說之後 我會覺得 比我想像中是好很多的 我覺得非洲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當初答應她 純粹是因為非洲這個地方是很重要的地方 要去落後一點給你們幫忙 這次義工團分別由兩位修女帶領 年輕人將會在修女所屬的 度生會修會家庭的全教地點服務 出發去烏克蘭的有七個女孩 她們將會在當地的馬達拉上主 及聖母之瀑修女會初學院住兩個星期 協助修女服務當地愛德之家的小朋友 我未去過烏克蘭 我和你們一起去旅遊 大家要抱著一個喜樂地捱苦的心 可能吃東西不喜歡 語言不通 可能你不知道下一步會是甚麼 但如果懷著天主給我們的喜樂 面對所有困難都很喜樂地面對的話 你就會有一個非常開心 很享受的一個旅程 而出發去坦桑尼亞 就有兩個男生和兩個女生 她們將會在當地逗留三個星期 相對來說 她們的工作就比較辛苦 有間學校 修女門要照顧小朋友 女生可以幫忙教書、清潔 她們說我們也可以幫忙柔柔 男生可以做甚麼呢 因為其實神父是想我們在建一間聖堂 這樣 加油 然後重要的是沒有專業 專業是要自己做的 專業是要自己做的 聽完這個消息和資訊後 有甚麼感受 我待會完後就懂得去操 突然之間是一個很大的速度 那我應該會有人教我做的 1、2、3 My body is over the ocean My body is over the sea My body is over the sea My body is over the sea 我們是親手去一個黑加輪子園摘黑加輪子 然後自己親手製作果醬送給一些貧窮老人家 這一個是媽媽特別為我們準備的活動 最令我印象深刻就是 她們家睡房裡面有個馬桶 她們的馬桶是這樣 這塊是板板 這塊是板板 中間有個洞去廁所 下面有個水桶 然後當下立刻很震驚 在想 原來這個年代為何人這樣用廁所 發覺自己很幸福 如果不理會很黑難 真的不知道細眠 記得有一天我們要醃一些食物 那修女就叫我們找70個玻璃瓶出來 那找了這麼多玻璃瓶之後 然後就要逐個逐個玻璃瓶這樣洗 有時間洗 那一邊洗就一邊在想 我只是這樣幫忙一晚 我已經覺得很多很多 但是修女她們每一晚都要這樣去洗 這麼多杯子、碟、這麼多碗 但是她們一點埋怨都沒有 就是這樣在洗 在修女她們身上 我也學習了 不要埋怨 而是要藉著這些機會去反思 還有去為其他人服務 我們看到Mercy House 她們有很多小朋友 有小朋友很容易就可以滿足 就是每次我們來到 她們已經在門口等我們 一看到我們就要衝過來抱著我們 我覺得我們需要更加自重 好像她們一樣 更容易得到快樂 我覺得來到這裡很多東西跟香港都不同 特別是在梨撒裡面的儀式 都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是走開拉丁禮的梨撒 在這裡就是拜占亭禮的梨撒 在梨撒裡面神父 特別是你的聖體那一刻 是神父會用匙巾 然後筆整個聖體 去擺入我們的口 大家就是這樣 然後就去 抹大口 等神父放進來 參與過他們這麼多天的梨撒 我覺得最深刻的是 在梨撒當中 是感受到他們是很敬重上主 初時我都會擔心文化的差距 可能會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困難 但是我看到他們跟當地人的溝通 他們的相處是非常融洽 他們都非常喜歡跟他們在一起 還會很主動去跟他們打招呼 對於住啊 吃啊 或者所有的事情 他們都沒有抱怨 他們都非常投入 幫聖堂起屋的時候 我們見到一些幫忙起屋的人 其實就算是一個大熱千時的天氣 還有是一個戶外的天氣工作 但是其實他們都不會覺得辛苦 然後他們其實都是滿面笑容的工作 相比其實我們香港人做事 其實我們是滿口麻怨 我們經常都說不想上班 但是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工作是一份榮幸 可能是可以對這個環境 對這個地方帶來一些貢獻 我覺得都很開心 頭幾天都比較上可能有點悶 可能只是做磚 每天都在重複同一件事 但是近這幾天 就開始真正拿磚頭去砌上去的時候 看到那個聖殿慢慢慢慢 逐步逐步這樣形成 那個感覺是 其實很有成功 還有很良好的 那個感覺 雖然可能短短那兩個星期裡面 我們很難 甚至不可能可以看到 這座聖殿的完成 但是之後會想起 原來我在非洲 在這個地方 這些比較落後的地區 所以也有出過一份力 這座聖殿我也有份起的時候 想起其實那個成就感 都會比較上高的 踏上來這裡 真的是 昆蟲比香港多很多很多 就是一進到家裡 無論是哪一個位置 都會有少少蟲蟲蚊 就是要學習和蚊蟲共處 因為 就算一晚你拍一隻 拍兩隻 拍不完那麼多隻 所以是要 自己茶房 和蚊蟲共處 和蚊蟲共處 當我們去到家裡 我非常緊張 因為 已經有香港的心態 如果一個人去你的家 你已經感覺到 一點點 很緊張 但是 這裡 他們不在意為什麼 你來這裡 他們說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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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搞這個義工活動 其中一個原因 是 希望我們的義工 能夠走出自己 生活的地方的文化 自己的世界 去等到知道自己是擁有補助的 義工團只是短短兩三個星期 年輕人在當地可以做的其實不多 旅程最大的價值 反而在於 為他們自己本身帶來的成長 他們 一泡水 已經可以夠洗衣服 洗完衣服上去洗廁所 為什麼香港要 長開花灑 做個浴缸浸浴 其實不需要太多這些 例如有些新款電話出來 那是不是真的要馬上去買呢 是不是真的要一個禮拜去吃一次拉麵呢 是不是真的要大魚大肉呢 那這些我覺得 我會重新去看待一下自己擁有的東西 其實我是舞蹈者 那麼 在修遠的生活 就是每一天你都要去望尼撒 慢慢地透過這兩個星期 我去習慣了 每一天都要去望尼撒 然後我回到香港 其實我也有盡量去望尼撒 我們是一個修遠 有一個聖堂在那裡 其實有時候做完事 沒有事做都可以進去 我覺得可能我也希望 會爭取多一些精華的時間 可能去做回整體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怎樣才能夠得到 真正的喜樂和平安 在平日的繁忙生活裡面 人根本沒有空間思考這些重要問題 這些年輕人 藉著義工團的經驗 重新反省自己的生命 以新的態度面對未來 你又會不會考慮仿效他們 踏上一趟不一樣的旅程 反思人生 然後再重新出發呢 看過一連三集的 愛常傳聖誕特輯 我們回顧了天主子耶穌降生成人的經過 也都看過不同人 如何藉著不同方式出一分力 為有需要的人帶來希望 這個聖誕節 在慶祝主耶穌誕生的同時 就讓我們繼續將希望帶給身邊的人 祝大家聖誕快樂 小朋友對身邊的事物好奇 對信仰也不例外 從小培育他們的信仰 有助他們的全人發展 這個課程領略到 如何可以用一個全新的方法 去教小朋友去認識主 愛常傳帶大家認識事務教理課程 看看這個課程 如何令小朋友更加親近主耶穌 看完這一集的愛常傳 歡迎大家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是故事 同時都請收聽我們逢星期六的電台節目 愛生命 以及訂閱Podcast 要購買天主教書籍 和信仰零收禮物 請來到我們位於Markham的 生命恩全資源及媒體中心參觀選購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天主保佑